大家好,我是小和,这是一起震惊澳大利亚的案件 妻子烹煮了她的丈夫,并将其搭配蔬菜端上餐桌 2000年3月1日,澳大利亚警方接到报警 来到凶暗现场,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血迹散落了整个房间,悬挂在门上的皮肤和散落在厨房的器官 无疑不再说明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汤锅还在沸腾着,复杂的味道让几个警察忍不住呕吐起来 绕食憧憬多年的人,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敢吃肉 犯下这起严重案件的女人名叫凯瑟琳·奈特 20世纪40年代,凯瑟琳的母亲巴巴拉和第一任丈夫杰克鲁根结婚 两人住在西南威尔士州,该州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 首府悉尼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城市 巴巴拉自认为用澳大利亚土著人和爱尔兰人的血统显得颇为自豪 他为杰克生了四个儿子后,就开始与丈夫的同事肯·奈特眉来眼去 两人的丑事很快就在保守的小村庄里传播开来 杰克忍受不了人们的非议,精神一度恍惚 而巴巴拉和肯·奈特也在人们的排斥中 离开了村子,搬到了小镇莫里 随后的时间里,巴巴拉为肯生下了四个孩子 其中就有凯瑟琳·奈特 凯瑟琳从小便生活在不正常的家庭中 他的父亲肯不是什么好人,时常酗酒 当着孩子的面殴打侵犯他们的母亲巴巴拉 最狠的一天,他暴力侵犯了巴巴拉十多次 诡异的是,巴巴拉并没有觉得这有任何不妥 他从没有想过离开肯,即使肯几乎快要打死他 他不仅愿意忍受暴力 还对女儿津津有味的谈论和肯的私生活细节 由于家庭原因,懵懂的凯瑟琳从小就对男人怀有仇恨 稍微长大一些后,凯瑟琳遭到了多位男性亲戚的侵犯 糟糕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凯瑟琳11岁 不正常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不正常的凯瑟琳 他在学校读书时,展现出不同于一般小孩的行为 他擅长伪装,常常微笑着,似乎对所有人都很友好 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很高 但随着进一步相处,凯瑟琳露出了另一面 他受不了别人和他观点不合 一点点的矛盾都会激怒他 前一秒还笑着的他,在下一秒,立刻就转变成一名怪物 他遗传了父亲的暴力基因,在学校殴打霸凌同学 高中时,凯瑟琳袭击了多名男孩,还打伤了老师 他没有朋友,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欺负别人 不过每当凯瑟琳冷静下来时 他就又恢复了友好的样子,帮助老师团结同学 谁也摸不清凯瑟琳真正的脾气 15岁时,凯瑟琳辍学步入社会 他没有专业技能,为了糊口进入了一家服装厂工作 一年后,他厌烦了一成不变的无聊生活 辞职去屠宰场应聘 他渴望鲜血的味道 享受那种像上帝一样随意处置别人生命的感觉 浓厚的兴趣,让他在工作上干劲十足 他恨不得天天住在屠宰场处理动物 几个月后,凯瑟琳从内脏处理员升级成真正的屠夫 为此,他送给了自己一套精致的刀具作为礼物 并把他们挂在床头,时时刻刻欣赏 1973年,凯瑟琳认识了屠宰场的另一位员工 大卫·斯坦福·凯利特 斯坦福先前在铁路工作 由于亲眼目睹好友在铁路事故中死亡 有了心理阴影,不久就被铁路辞退 斯坦福沉迷酒精,喝完酒喜欢和人打架 每当这时,人高马大的凯瑟琳就会用拳头帮他教训对方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1974年,斯坦福向凯瑟琳求婚 凯瑟琳的母亲巴巴拉警告斯坦福 生活中一定要小心行事,不要激怒凯瑟琳 不然谁也无法确定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 斯坦福开始并不明白巴巴拉话里的意思 直到结婚当日,凯瑟琳第一次殴打了斯坦福 原因是斯坦福不答应与他第四次同房 白天笑意盈盈应对亲友的凯瑟琳 此刻就像失控的猛兽 狠狠地掐着斯坦福的脖子 斯坦福喘不上气,无法说话 感觉马上就要窒息身亡 幸好凯瑟琳最后一秒松开了他 恢复理智后,凯瑟琳哭着向斯坦福道歉 斯坦福以为这是由于凯瑟琳太爱他的原因 没有过多追究 他没想到,这次仅仅是个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里 凯瑟琳频繁地对斯坦福使用暴力 他长得比斯坦福高大,力气也不小 轻松就能制服斯坦福 斯坦福不得不时时刻刻拘束自己的行为 以免不小心激怒凯瑟琳 有一次,斯坦福回家稍微晚了一些 凯瑟琳就拿着平底锅敲了上去 怒火让他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斯坦福的后脑勺重症挨了一下 被医生诊断为颅骨严重骨折 斯坦福躺在医院里 愤怒地想要起诉凯瑟琳的故意伤害罪 但凯瑟琳真诚的眼泪感动了他 凯瑟琳拼命地向斯坦福道歉 说自己是如何地爱他 斯坦福相信了凯瑟琳的话 放弃了指控 1976年5月 凯瑟琳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孩子耗费了凯瑟琳大量的时间 让他无暇顾及斯坦福 斯坦福趁此机会搬到了另一个城市 和另一个女人开始了同居生活 凯瑟琳得知此事 情绪变得越发不可控制 他推着婴儿车 在大街上发疯似地把车甩来甩去 新生婴儿的哭声引来了路人 他们报了警 凯瑟琳被强制送到医院检查 诊断为产后抑郁症 休息了几周后 凯瑟琳出院了 他的抑郁症没有任何好转 反而明显加重 他把强保中的孩子扔到铁轨上 接着去商店偷了一把斧子 威胁要杀死周围的人 警察连忙赶来 将凯瑟琳制服 送往医院治疗心理问题 而被他扔到铁轨的孩子 在火车到达之前 被人救起 躲过了死神的召唤 再次入院的凯瑟琳情绪十分不稳定 他偷跑出医院 用不知道从哪里偷来的刀 划伤了一个女人 并威胁他带自己去寻找丈夫 女人十分恐惧 趁凯瑟琳不注意的时候 逃跑并报警 警察赶到时 凯瑟琳已经挟持了 另一名男孩 当作人质 他告诉警察 他不仅要找到斯坦福 报复他们全家 还要杀死帮斯坦福修车的修理工 都怪修理工修好了斯坦福的车 否则斯坦福不会一言不发的就离开 随后 警方逮捕了凯瑟琳 把这些事全部告诉了斯坦福 斯坦福被凯瑟琳的疯狂震撼 他不敢违背凯瑟琳的命令 立刻抛弃新城市的一切 返回了凯瑟琳身边 1983年 两人又生下了一个孩子 多年来 斯坦福再也没有逃跑的想法 而驯服了斯坦福的凯瑟琳 却在时光的流逝中 逐渐厌倦了他 凯瑟琳主动提出离婚 斯坦福想起前不久的早上 他刚刚睁眼 就看见凯瑟琳坐在他的胸前 拿刀挤着他的喉咙 他为凯瑟琳的主动放弃 感激涕零 连忙和他解除了婚姻关系 1986年 凯瑟琳遇到了第二任丈夫 大卫·桑德斯 大卫是一名勤奋努力的矿工 人品性格完全满足凯瑟琳对另一半的要求 但是好景不长 两人的蜜月期只持续了几个月 凯瑟琳的老毛病就又犯了 他在运衣服的时候大发脾气 手中火热的熨斗按到大卫脸上 几周后 凯瑟琳因为怀疑大卫有外遇而怒不可遏 他当着大卫的面 杀害了他心爱的小狗 让他明白背叛的下场 屠宰场的工作令凯瑟琳的心进一步扭曲 他把动物的尸首带回家挂在墙上 当成装饰品 每个夜晚注视着悬挂在窗头的刀具出神 1988年 他们有了共同的孩子 但依旧争吵不断 随后的一次争吵中 凯瑟琳顺手拿起刀 刺向了大卫的腹部 大卫受伤严重 他趁凯瑟琳不注意迅速搬走 试图远离这个发疯的女人 大卫走后 凯瑟琳找到了他的姐姐 宣称自己杀害了大卫 然后看着对方惊吓的模样 开怀大笑 他享受控制他人的感觉 沉迷于体验别人对他的畏惧 又过了一段时间 大卫准备回家取点衣服时 发现他的衣服全被凯瑟琳搅碎 幸好 这次回家没有被发现 他匆匆离开家 彻底和凯瑟琳断了联系 凯瑟琳虽然生气 却没有一点办法 他愤怒地告诫孩子 说他们的父亲死了 1997年 凯瑟琳遇到了新的男人 这个倒霉鬼 名叫约翰 齐林沃斯 他们生下了一个男孩 新的婚姻生活 没有改变凯瑟琳的脾气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 因为一点点小事 就情绪失控 大喊大叫 可能是因为打不过约翰 他一反常态地 没有对丈夫施暴 没多久 约翰得知凯瑟琳和一名男子 有染 离开了他 这名男子名叫 约翰普莱斯 是整个故事中 最不幸的男人 他在遇见凯瑟琳之前 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他清楚凯瑟琳 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但无奈凯瑟琳 实在是太会伪装了 情绪稳定时的他 就像圣母一样 对每个人播撒爱意 他的孩子 十分喜欢凯瑟琳 也因此 他怀疑凯瑟琳 根本不是别人口中的暴力狂 慢慢地 普莱斯就沦陷在 凯瑟琳的花言巧语中 两人背着约翰疯狂优惠 1990年 凯瑟琳和约翰 办理了离婚手续 打定主意 要和普莱斯 开始新的生活 普莱斯忌惮 凯瑟琳传说中的暴力记忆 不敢轻易答应结婚 两人一直维持着恋人关系 凯瑟琳并不满足 他选择和前任离婚的主要原因 就是希望能和普莱斯 踏进婚姻的殿堂 普莱斯却一次次地辜负他 1998年 两人因为结婚的话题再次争吵 凯瑟琳发现普莱斯 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前妻 他要求普莱斯把钱要回来 但普莱斯坚决不同意 凯瑟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拍摄了普莱斯从公司 带回家的物品 还把录像带寄给了公司老板 说普莱斯存在偷窃行为 尽管这些物品 都是普莱斯从公司的 垃圾堆里捡到的 当老板碍于风言风语 还是解雇了普莱斯 普莱斯失去了工作 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走凯瑟琳 凯瑟琳搬回家 频繁联系普莱斯 向他解释自己做这些事 都是因为爱他 几个月后 普莱斯因为寂寞和心软 重新和凯瑟琳恢复了情侣关系 不过他拒绝和凯瑟琳同居 2000年初 两人争吵过程中 凯瑟琳一刀刺向普莱斯 捅穿了他的胃 普莱斯这次没有惯着他 直接将凯瑟琳告上法庭 法院颁布了限制令 严禁凯瑟琳接近普莱斯 2月29日 凯瑟琳恳求普莱斯 最后再见一面 普莱斯考虑许久 决心答应他 将一切事情讲清楚 临走前 他告诉同事 如果自己第二天没有来上班 那就表明已经遇害 临见面前 凯瑟琳用摄影机 录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视频 录像中 他和孩子们一起玩耍 还对着镜头说 我爱我的所有孩子 接着 他把孩子全部寄放在 已经成年的大女儿家 大女儿察觉到凯瑟琳的异常 劝说他不要鲁莽行事 凯瑟琳神色平淡地答应了他 回去后 凯瑟琳换上了一身性感的黑色睡衣 来到了普莱斯家 为他做了一大桌饭菜 两人喝了点小酒 看了几分钟电视 在酒精的催化下 普莱斯答应了凯瑟琳的求欢 狂欢结束后 普莱斯疲惫地躺在床上 凯瑟琳举起准备好的刀 狠狠地对着面前的恋人捅了下去 时间显示 凯瑟琳至少刺了37刀 普莱斯当场死亡 凯瑟琳就像在屠宰场工作一般 平静地处理了他的遗体 还把他做成了汤羹 并搬着蔬菜摆在了餐桌上 第二天 普莱斯没有去上班 他从来没有上班迟到过 同事想起他的话 连忙跑到他家查看 结果却被门口的鲜血吓到 同事报了警 警察即刻赶到 在现场发现了服药过量昏倒的凯瑟琳 他们将其送到医院急救 凯瑟琳清醒后 宣称不记得昨晚的事情 不过警方调查到 普莱斯被害没多久 凯瑟琳还出门了一趟 取走了普莱斯卡里的钱 这说明凯瑟琳精神健全 是在理智清楚的时候犯下谋杀 11月8日 法官判处凯瑟终身监禁 永远不能假释 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 第一次基于女性 如此严厉的刑罚 2006年 凯瑟琳提出上诉 声称对自己的判决太过严重 法官驳回了她的申请 一直到现在 凯瑟琳还在监狱服刑 她恢复了冷静时期的自己 温柔且充满善意 从不与人为恶 许多人因此亲切地 称呼她为奶奶 但是 善意不能掩盖曾经的罪行 她将在监狱里 用一生来赎罪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全部过程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